对于减速带 相信大家都胜有体会 每次新国减速带 咔哒一声 整个心都要给抖碎了 作为车主可能内心 更是要跟着心跳一下 要对路况比较熟悉的话 新国减速带之前还能减减速 也能减速一下对车子的伤害 要面对那些突然出现的减速带 估计开过去整个心都凉了 况且减速带还那么多 各式各样五花八门 现在我们就来一起盘点一下 中国奇葩减速带 其一 普通减速带 这种普通减速带一般都是橡胶材质的 并且在生活中也比较常见 因此它对车子的伤害也不会很大 只要车主在开车时 小心一点提前减速 就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其二 矩阵减速带 要是在开车的过程中 遇到这种减速带 估计内心都是崩溃的 真是分分钟能够把人给震晕 不仅司机难受 乘客更是绝望 并且这种减速带分布的十分密集 这样对车子的影响可想而知了 其三 三D立体减速带 这种减速带相对于前两个 可以说温柔了许多 这种三D立体的设计 还是比较新颖的 但是若是第一次遇到 这种减速带的司机 估计内心都会受到 一万点暴击吧 不过如果熟悉这种减速带过后 估计就再也拦不住 司机的一颗心了 其四 钢筋减速带 这种减速带一听名字 便可以感受它的伤害力了 这种减速带是由一条 摩擦系住极大的轮纹钢筋 焊在钢板上组成的 虽然这种减速 所带来的颠簸幅度不是很大 但长时间持续这样颠簸的话 再好的轮胎 也有受不住的一天 看了这么多中国特产的 七发减速带 你是不是也和我一样 深有感触呢 虽然这些七发减速带 远不仅如此 不过这也为了 我们的交通安全着想 所以我们还是 多多忍耐一点吧